我又曾经听说 家庭如果安详和睦 天下自然治理的好 所以诗经开头就是国风 礼记开头就讲官礼婚礼 用国风开头追溯性情的根本 表明人伦之间的关系 用官礼婚礼开头 为安详的家庭电力基础 以防患于乱气之前 所以圣明的君主 必须慎重处理嫔妃与皇后之间的关系 注意区分嫡子与恕子的不同地位 把礼仪纳入自己家内 卑贱的不能超过尊贵的 新来的不能排在旧有的之前 必须如此才合乎人情 礼顺乎阴气 嫡子尊贵 数字卑贱 嫡子成年举行家官礼时 在高台上隆重举行 是用甜酒祝贺 其他的儿子不能用这种仪式 其目的就在于显示嫡子的尊贵 使之立于无可怀疑的地位 这不仅仅是表面的礼仪式而已 而是内心对待嫡子 与其他儿子截然不同 所以用礼仪把真情显露于外 圣人的一举一动 和谁欢艳于乐 和谁亲近 都要是尊卑贵贱 有一定的次序 如此的话 全国百姓都会自我修养 顺从规划 如果应当亲近的 反而疏远 应当尊重的 反而放到卑贱的地位 那么乖巧的邪恶之徒 就会乘机而动 使国家混乱 所以圣人谨慎小心 不愿有一个坏的开头 用心防范于乱起之前 绝不因私人的恩情 伤害正大的原则 正如《易传》所说 家庭端正 则天下就安定了 当初 五地曾经堵塞黄河绝口 驻宣防宫 后来 黄河又在北面的管陶绝口 形成屯氏河 沿东北方向入海 因为河床广度 深度 跟黄河相同 所以听其自由发展 不再堵塞绝口 本年 黄河在清河郡所属陵县 明独低 再度绝口 屯氏河于是 无水干涸 建昭元年 鬼位 公元前三十八年 春季正月二十九日 陨石坠在梁国 三月 原帝前往雍城 祭祀武帝 冬季 何坚王刘元 被控残杀无罪之人 撤销爵位 贬逐房陵 原帝下令 撤除文帝母亲 伯太后的陵园 原帝前往虎眷 观赏野兽搏斗 宾妃们都在座陪奉 一只熊突然跳出眷外 攀着栏杆想上殿堂 原帝左右的侍从贵族 包括 傅杰鱼在内的嫔妃们 都惊慌逃命 只有冯杰鱼 一直向前站着 挡住熊 武师把熊杀死 原帝惊魂出定后问他 人人恐惧 你为什么上前阻止凶 冯杰鱼说 猛受凶性发作 只要抓着一个人 就会停止攻击 我恐怕他直扑陛下的座位 所以以身阻挡他 原帝感激劫叹 对冯杰鱼倍加敬重 而傅杰鱼大为惭愧 从此与冯杰鱼产生隔阂 冯杰鱼是左将军冯凤氏的女儿 二年假身 公元前三十七年 春季正月 原帝前往甘泉 在太祭祀天神 三月前往河东 祭祀后土神 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六月原帝赐封皇子刘兴为信都王 东郡人金房跟从良人焦岩寿学习易经 焦岩寿常说 得到我的学问而丧失生命的就是金房 他的学说 长鱼占卜天灾人祸 共分六十卦 轮流交替的指定日期 用风雨冷热作为验证都很准确 金房运用这种学说功力尤其深厚 被地方官府推荐为孝廉之后 他到朝廷充当狼 屡次上书原帝 议论天象变异十分灵验 原帝喜欢他 数次召见向他询问 金房回答说 古代帝王按功劳选拔贤能 万事都有成就 祥瑞献献 衰亡之事 任用官员则已遭诋毁 还是受称赞为依据 所以政治腐败因而招致天灾变异 应当考察文武百官的行政效率 及其政绩 天灾变异才会停止 原帝命金房主持这件事 金房于是拟定了考功课立法 上奏原帝 原帝下令 公卿朝臣与金房在温诗殿举行讨论会 大家都认为 金房的方法过于琐碎 使上级和下级互相监督侦查 不可施行 而原帝却倾向金房 当时正好各州次使 向朝廷奏报事宜 集中在京师长安 原帝召见他们 命金房向他们宣布考核之事 次使们也认为不可施行 只有御史大副郑红 光禄大副周刊 开始时反对 后来转为支持 这时中书令实险正独揽大权 实险的好友五禄冲中任上书令 二人联合执政 有一次 原帝在闲暇时召见金房 金房问原帝 周幽王周立王为什么导致国家出现危机 他们任用的是些什么人 原帝说 君王昏庸任用的都是善于伪装的坚硬 金房进一步问 君主是明知坚硬 而任用他们呢 还是认为贤能采用他们 原帝回答说 是认为他们贤能 金房说 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却知道 他们不是贤能呢 原帝说 根据当时局势混乱 君王身处险境便可以知道 金房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任用贤能时 国家必然治理得好 任用奸邪时 国家必定混乱 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轨迹 为什么 幽王立王不觉悟 而另外任用贤能 为什么终究要任用坚硬 以至后来陷入困境呢 原帝说 乱世君王各自认为 他所任用的官员 全是贤能的 假如都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 那天下怎么还会有 威王的君主啊 金房说 齐桓公秦二世也曾经知道周幽王周立王的故事 并讥笑过他们 可是齐桓公任用树雕 秦二世任用赵高 以致政治日益混乱 盗贼满山遍野 为什么不能用周幽王周立王的例子测验自己的行为 而觉悟到用人的不当呢 原帝说 只有治国有法的君王才能依据往事而预测将来 京房于是脱下官帽 叩头说 春秋一数 记录两百四十二年间的天变灾难 用来给后世君王看 而今 陛下登记以来 出现日时月时 星辰逆行 山崩泉涌 大地震动 天降陨石 夏季降霜 冬季响雷 春季百花凋零 天降陨石 秋季树叶茂盛 降霜后 草木并不凋谢 水灾 旱灾 虫灾 百姓饥荒 瘟疫流行 盗贼制服不住 受过刑罚的人充满街市 春秋所记载的灾疫 已经具备 陛下看现在是治事呢 还是乱事 原帝说 已经乱到几点了 这还用问吗 金房说 陛下现在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呢 原帝说 今天的灾难变异和违政之道 幸而胜过前代 而且认为责任不在这些人身上 金房说 前世的那些君王也是陛下这种想法 我恐怕后代看今天犹如今天看古代 原帝过了很久才说 现在扰乱国家的是谁 金房回答说 陛下自己应该知道 原帝说 我不知道 如果知道 哪里还会用他呀 金房说 陛下最信任 跟他在宫廷之中 共商国家大事 掌握用人权柄的人 就是他 金房所指的是实险 原帝也知道 他对金房说 我晓得你的意思 金房告退 后来 汉原帝还是不能让实险退位